如果我们来看看包括中美的对峙 现在看起来有松动的迹象吗 中美之间有可能关系回暖吗 这一切要从11月15号拜习会来讲起 那眼看着两大巨头就要见面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委员会就说 既然你拜登要跟习近平见面了 所以你必须要要求习近平 你要达成十项诉求 用这个来改善我们美中关系的诚意 包含停止所有对台海军事的行动 而且这些众议员也监督他们自己的总统 认为你拜登跟美中的近和关系 以及对外的立场虽然没有变 可是显然是为了要跟北京近习 所谓的泪僵尸接触 牺牲竞争的作为 觉得你有退让的嫌疑 而中国大陆其实又有一些所谓善意的回应 包括像这个直航的班机 中美的载客直航航班 现在每一周增加70班 这是中国递出橄榄枝吗 我们也知道贸易这件事情 美国企业非常需要中国的市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习近平还没有到美国 可是已经传出来了 美国商界的晚宴 想要跟习近平同桌的 急破头要花130万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导 美国商人想要跟习近平有近距离的接触 如果我跟习近平做同桌 我要先抖内130万 而另外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 有一个叫做进口博览会的一个活动 就是有好多摊位 就是有一些人想把他的货物 迈进中国大陆 那各国各个国家的人都来了 包括伊朗啊乌拉贵啊 西方世界也非常多 有趣的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报导 在这个博览会里头 虽然看起来都是阿兜啊 都是外国的面孔 可是每一个人说起中文非常的流利 包括在俄罗斯 本来有一位这个买家 想要去问价格 用英文问嘛 因为大家比较习惯 就我用英文问 没有想到这位俄罗斯的女孩子 中文讲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从这边发现 全世界可能为了做生意 那当然我要派出 我这家公司会说中文的人 去参与这个摊位跟这个展览 而另外加拿大 因为是美国的小老弟嘛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 跟中国的关系不好 这个品牌 中国俄 它是卖羽绒衣的 已经连续第二年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了 所以看起来企业界 你必须 你必须还是要中国市场 这就回到了 辉答的CEO黄仁勋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中国 只有一个中国 中国市场不可替代 也不可太代替 什么意思 没有一个这么大的市场了 没有了越南也不可能 你找不到一个市场跟它一样大了 所以做生意的人其实心知肚明 日韩这些国家 现在看起来跟美国结盟得非常深 那是在军事上面 在外交上面 可是在商业上面 他也需要中国市场 你看到岸田文雄 尹习悦 传出有可能同样在APEC 这一场盛会里头 跟习近平场边会谈 现在是一个问号 因为不知道 包括晶片市场 包括日本需要中国的水产市场 都各有所求 王毅9号会见的日本的国安局局长 邱叶刚南 双方举行了高级别的政治对话 机制磋杀 可是没有提到 是不是在APEC期间会有中日领导人见面 现在还pending 还悬在那里 而另外我们看到 中国还没有更新新的许可证 所以日本的警理 11月起对中国的出口喊咖 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在养这样子的日本经历 观赏用的 那也是一个出口的大宗 就是中国大陆 那现在如果先喊咖的话 对于很多人来说 也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们看到 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 2022年 观赏鱼出口达到63亿日元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占最大宗 有12亿日元 所以呢 这个包括水产品 现在中国大陆在抵制日本 那像这样子的观赏鱼 观赏鱼 本来想说 应该是安全的 应该是OK的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也一样 被禁止了 来 请教赖老师 这个进博会 上海进博会 到现在才没几天 他们的成交金额已经出来了 两兆三千五百亿新台币 没几天 所以中国大陆的消费力 购买力 采购力还是非常的强烈 非常的强大 去参展的每个大部分的展位 都开心到不行 其实讲到这里 我们台湾还是真的有点伤心 因为两岸之间搞得那么的糟 台湾的厂商真的很想好好的 把东西卖到大陆去 结果都卖不动 我觉得其他的国家 美国跟日本 跟中大陆关系紧张 但是他们的展位却搞最大 拼命的想卖 而且成交额都这么的大 两兆三千多亿台币 台湾 双城论台要起点作用 如果两边的政府 尤其是民进党政府 搞不动的话 台北市可以更积极一点 好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 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 这个进博会 台湾真的是 实在是 真的是民进党实在太糟糕了 不讲这个 好 中美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企业家争先恐后 其实他们用身体 用行为来说话 因为想尽办法要买到门票 要去参加 跟习近平的一个晚宴 我还记得在这个节目中 很早我就说 这次习近平去旧金山的 可能性是很高 而且相当有可能 跟美国的商界会有会餐 果然有这么一个会餐 因为这个在过去比较少见 过去一般来讲 从事的都是政治的活动 外交的活动 但是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看到 是跟民间的活动比较多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就已经发现 大陆他们本身 已经对于美国华盛顿的政界 不管是参议院 中医院 跟白宫行政部门 已经不再寄希望了 而他们已经很早就定调了 就是寄希望于美国的民间 社会 企业界 还有各地方政府 所以这一次加州的州长 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们之间的关系互动很活跃 我估计美国的农业的大州 还有像德州这种石油大州 他们会跟中国大陆的活动 会更火耀 而美国参众两院 开出来那个条件 说你要有诚意 我个人认为大陆根本不会甩 这些参众两院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对美国人来讲 只是对大陆来说 跟中美的关系 只要指点回文就好了 没有要期待 恢复到过去不可能的事情 好 我们听一下广告 好 我问一下舰长 怎么看包括现在美中 还有包括这个 进口博览会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也就是中美两国 要在那个元首 要在APEC见面 可是现在难道 要让大陆不断的退让吗 那事实上来讲 是中国有求于美国吗 还是美国有求于大陆呢 当然是美国有求于大陆 因为美国要选举了 那至于说这个挥打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它在之前就已经特别打造了 A800跟H800两种晶片 这两种晶片是符合美国商务部的标准 然后能够输往大陆来销售的 但是突然还没开始卖 就说不行 而且除了这个不行之外 在10月25号的BBC的新闻 还特别讲到 就是原来要在10月17号30天后 才进行的先进人工智慧晶片的 相关的一个管制 提前到10月25号开始 也就是说难道中国跟美国 这两国的元首见面之前 但是在科技的市场上面 就要兵容相见了吗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为什么NVIDIA这么样的需要 大陆的市场 事实上来讲 NVIDIA的总裁自己讲得非常清楚 当下这个时刻 大陆自己也开始研制晶片 无论是在游戏 徒刑跟人工智慧 这些领域里面 慢慢的就会追上美国 以及其他国家 这个问题小舰长之前 有拿出中国之网相关的论文 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个研究了 所以不只如此 不只挥达这么说 连艾斯摩尔他的总裁 也是这样子讲 就是现在放弃这个市场 让中国可以自己做的时候 以后对不起 你们美国 你们荷兰 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确定一件事 拜登有关于高阶晶片的 这个小院高墙 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是 来 镜像广告 好 下个礼拜 在美国的旧金山 我们看到习近平 有可能跟拜登见面了 那当然了 15号已经定了 那岸田文雄打算16号 不过中国大陆还没有发布说 要不要跟他见面 大家记得去年 在巴厘岛的APEC会议 也是各国领袖 大家肉异不绝 争相借着这个机会 排队来要跟习近平见面 所以你所有看到的媒体 很多东西 它其实不是很真实 因为实际上各国领袖 都争相跟他见面 媒体好像全世界都在反中 可以看到美国的众议院 其实众议院因为他都在丢蓝蹄 给拜登 说拜登你要跟他见面 要求他先 习近平必须先答应十个条件 梁山伯与朱英台 第一要东海龙王角 就在提出这样的主张 那这个你其实就是讲起来 其实自己是很心虚 为什么 因为共和党也要选举 民主党也要选举 那我国会我丢蓝蹄给你 比如说国会 众议院前几天丢出什么 就说你拜登 你要给的那个钱 一千零六十亿美金 我们只通过你一点点 这一点点是要补助以色列 这个老实讲俄乌战争 那个哲伦斯基情何以堪 你们挺我挺到最后钱都不来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里面习近平的角色 其实是越来越重要 不是我们所看到媒体 或者美国国会 他们所呈现的这种角度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尤其在贸易 很多国家的想法也一样 所以进博会 大家可以看到那种肉依不绝 那种交易这么热肉的场面 其实一再的发生 那各位